這一屆我看好他們是因為李昂已經在孤注一職 他本來他就一直自我要求很高 雙打其實他們實力一直都保在 只是雙打會有很多外源因素來干擾 所以就是有時候一加一變成不到二 甚至等於一 現在他們有發揮一加一到二以上 那所以從一開始我就很篤定 所以我在看的時候也很淡定 跟他們表現我只能說非常滿意 還在一起有什麼話想要跟兒子講 這跟去年一樣啊 我好想聽國旗歌 因為只有拿到金牌 我們的國旗歌才能被播放出來 李昂也要配說的 李昂有沒有跟你有討論過在後續的發展 李昂說給年輕人機會對不對 然後他自己到從旁從教育去訓練年輕人 其實我小孩就是繼續打來提拔年輕人 所以他下一個配的會是很年輕的選手 只是用不同的方式 希望在我們台灣語球這一塊能夠有傳承 繼續為台灣在國際發光發耳 我們在市場上 我們在市場上 鼓勵 我們在市場上 我們在市場上 你知道嗎 我們在市場上 我們在市場上 芝衛